很多人都天真的以为 八字就是用能力的右期来推算出来的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 今天我就告诉大家 到底八字是怎么样推算出来的 其实非常的简单 也就是用二十四节气 以这个为核心推算出来的 很多人就疑惑了 为什么用二十四节气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古代的人认为 人的出生命运跟天上的二十八星宿 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先推算出来了二十四节气 然后才有了命理 那么是哪二十四节气呢 也就是春雨精春清古天 下芒芒下鼠香莲 穷出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大家看这个图就非常的仔细的 说的就是这二十四节气 那么要注意了 这二十四节气怎么样相配我们出生的月份呢 这是月份啊 四柱吧 就是年柱 那你看这个月就是怎么配上去的 也就是子就是十一月 丑十二月 淫正月 卯二月 陈三月 四四月 五五月 畏六月 生七月 有八月 虚九月 亥十月 哎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可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现在呢 我们就以2020年 庚子年为例子 以农历的来为例子 打开万能力 我们就会发现了 在农历的正月初九呢 还是丁丑月 你看丁丑月呢 也就是代表丑就是十二月啊 那到了立川 看这个立川呢 就变成了物赢月 赢就正好是正月啊 所以呢 在八字的命理当中呢 真正算是庚子年呢 是从这一天立川开始的 而九号呢 农历九号呢 还属于以害猪的年份 所以这个技巧呢 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就别忘了点击关注我